见到第一线 第3115章 异动 远远的 看着那万劫之渊入口 三世佛眯起了眼眸 终于找到了 他轻声自语 带着感慨 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红灵眉梢间 浮现一丝期待 早在洪荒初期 万劫之渊 就被视作世间一切栽结的源头 其中分布着的 乃是命运秩序中 最不可思议的命劫之力 命运之劫数不胜数 各有各的诡异可不知处 但 其源头只有一个 那就是万劫之渊 红灵的祖师一天尊曾言 一旦万劫之渊中的灾结力量 彻底爆发 整个天下都将陷入一场 真正的浩劫 谁都无法幸免 苏毅右手一翻 浮现出一道瑰丽如梦幻的光团 这正是万劫密钥 进入万劫之渊的关键 走吧 所以率先行动 三世佛和红灵跟随其后 当靠近万劫之渊时 能清楚看到 那黑洞般的大渊深处 时空扭曲崩坏 无数恐怖禁忌的灾结规则秩序翻涌 简直像暮海狂涛般 触目惊心 仅仅那等气息 让三世佛和红灵的神色都变得凝重无比 三世佛祭出一个黑色波鱼 波鱼表面 镌刻着梵密奇异的梵文符号 一起构建出八部浮图的景象 这一瞬 苏毅眼皮不易察觉地跳了跳 和红灵手中的玄机镜一样 三世佛手中的黑色波鱼 同样让苏毅身上的命书 宿命顶和称心如意 产生一丝异动 无疑 那黑色波鱼 是一件禁忌密宝 而手持此等宝物者 都可以视作大道路上最危险的敌人 同一时间 红灵也亚然地看了三世佛一眼 倒有这波鱼不简单啊 显然 他也察觉到了 三世佛道 小玩意罢了 不值一提 苏毅忽地道 听说你们临山祖庭 有一件名幻九色连台的心境秘宝 是否就在你身上 在命运长河上 心境秘宝近乎等于传闻 几乎无人能见到 只在传说中 临山祖庭的九色连台 被认为是这样的一件心境秘宝 三世佛微微摇头 那是临山祖庭的正派重器 镇压着我派万古气域 轻易不会离开宗门 苏毅哦了一声 交谈时 三人已靠近万劫之渊的入口 抵达这里 那大渊深处释放出的灾结气息 已恐怖到 足可让天地望而生畏的地步 所以脑海中情不自禁 想起一件事 正道于洪荒时代的陆鼠妖族 曾致生死于不顾 进入万劫之渊探寻造化 却最终遭结 不幸中的万幸是 作为万劫之渊的一位主宰 万劫帝君出手 救了陆鼠一命 让陆鼠成了一名因杰行者 苏道友 这时候可不能出差池 三世佛呼的开口 一旦稍有不测 咱们可都得遭殃 红灵眼眸也看向苏毅 相信苏道友 肯定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他同样感受到 那万劫之渊入口的灾结气息 足可以把他这样的天地毁掉 苏毅听出了两人言词间的威胁之意 没有说什么 继续前行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 手持万劫密钥的苏毅所过之处 就像撑起了一道无形的避障 将那一切灾结气息 全都阻挡在外 也让他们三人 不曾遭受任何影响 但 三世佛和红灵没有大意 接盯着苏毅一举一动 一副严阵以待的姿态 还好 接下来的路上 苏毅并未做什么 当一行人进入万劫之渊入口之后 眼前的景象 顿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空扭曲 光景流转 仿佛置身在时空洪流中一样 仅仅几个眨眼的功夫后 眼前景象豁然开朗 三人出现在一片奇异的世界中 天地苍茫 山河无垠 到处呈现出原始而古老的满荒气息 令人心悸的是 天穷之上 覆盖着混沌般的云层 有无数禁忌恐怖的灾结规则 在云层内翻涌 虚空中都弥漫着一股 若有若无的灾结气息 可以清楚看到 那蔓延无尽的山河 皆寸草不生 生机枯竭 大地上竟是荒芜冷寂的景象 就像来到了一片 完全没有任何生机的死寂事件 这里就是万劫境地 红灵谋犯一彩 万劫之冤内 有一方奇异的世界 被称作万劫境地 传闻中 这里就是世间一切命运灾结的起源之地 藏有许多诡异不可思议的秘密 而红灵此行的目的 就和寻找一件诞生于万劫起源中的禁忌宝物有关 的确很不可思议 三世佛打量着天地间的一切 清晰感受到 这万劫境地的天地周虚秩序 竟完全是由各种各样的灾结规则构建而成 修道者到了这里 简直等于迈入雷池之中 随时都会遭受大减 须知 劫术有无数种 有的针对道区 有的针对神魂 有的针对心境 有的针对大道 甚至 还有一些劫术 能针对气韵和命数 而在这万劫境地 必然存在着各种匪夷所思的灾结 两位 已经到了万劫境地 接下来 咱们大道朝天 各走一边 生死自负 所以说着 就准备独自离开 且慢 三世佛卫笑道 你来此地 是为了救万劫帝君和我师尊 我也同样如此 咱们正好可以一起同行 说话时 他一身契机 已牢牢锁定在苏义身上 红灵眸光闪烁 我和你们一起 他一身契机 也悄然间锁定苏义 苏义神色不动 淡淡道 既然如此 咱们干脆就在这里做个了断如何 气氛一下子紧绷起来 三世佛叹道 道友还是信不过我啊 也罢 咱们就各走各道 红灵一正 似有些意外 苏义则深深看了三世佛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去 红灵正要说什么 就被三世佛阻止 苏道友有紧要大事 要解决 咱们还是别添乱了 他就立在那 静静地看着苏义渐走渐远 直至消失不见 也未曾出手阻拦 道友 怎么改变主意了 红灵忍不住道 按之前三世佛和他商议好的计划 就是要再进入万劫境的那一刻 就一起联手 将苏义彻底拿下 可现在 三世佛明显改变策略了 不着急 三世佛眼神平静 到了这里 他已是容中困兽 再劫难逃 儒家有一句话说得好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若我们 直接撕破脸动手 反倒容易发生意外 红灵醋眉 你认为 苏义拥有对抗我们的底牌 三世佛汉手 毫不犹豫到 这是一定的 我太了解他的性情 敢孤身前来 必然做了万全准备 红灵凝视着三世佛 道友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三世佛道 我还是那句话 有楚山客和你师祖一天尊在 我断不会害你 红灵顿时沉默 他已确定 在进入万劫境地的行动上 三世佛必然瞒着他很多事 走吧 接下来还需仰张道友手中的玄机镜指引 否则 在这地方 随时都会遇到不可测的结束 三世佛仰头 看了看天穷 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第一次发现一个禁地世界的周需规则 竟然能够由各种劫难秩序构建而成 还好 有玄机镜在 可以轻易洞察结束变化之秘 趋吉避凶 识破前路上一切未知的灾结和危机 而这也正是他愿意带着红灵一起前来的原因 去何处 红灵忍不住问 跟着苏义便渴 三世佛笑道 你不觉得 他就像咱们的开路先锋 红灵笑不出来 他只觉得 三世佛心中藏了太多秘密 太危险 没有说什么 红灵催动玄机镜 当先带路 竟然没有动手 天地间 苏义独自前行 眉头微眉 这三世佛呼噜里 究竟藏着什么样 他猜不出 最终 苏义摇了摇头 取出命书 万劫帝君 和吴济佛的大道分身 这些年 一直待在命书第一夜的命运囚龙内 而今 已经抵达万劫境地 也是时候把两人请出来了 不过 就在苏义准备开启命书第一夜时 却忽地察觉到 命书在此刻 产生了一股奇异的波动 就像感知到了什么 飘洒出一阵晦暗的光雨 旋即 命书一动起来 挣扎着 想从苏义手中挣托 这还是苏义得到命书至今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毫不犹豫 苏义动用本命心灯的力量 牢牢按住命书 将其气息封禁 命书这才归于寂静 不再挣扎 可刚才那一幕 已让苏义想起很多 按萧简所言 当年的他 正是从这万劫之渊深处 得到了命书 也正是通过萧简 让苏义了解到 命书的来历 原来和万劫之渊有关 这次苏义前来万劫之渊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想试一试 能否借此机会 查一查命书的来历 而此时发生在命书上的 一场异动 无疑印证了萧简的话 还要试一试一试 mess